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的找数系列,因为我们答应了大家 说回乌克兰之前与联合远征军,包括英国和另外九个国家见面 都是谈一些安全议题 我们也有说过,究竟乌克兰有没有机会加入10个集团 即是英国联合远征军这个组织 我们也有提过,这个组织会有点像一个小北约的形式出现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乌克兰来近的安全议题都可以与16个国家挂勾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LIKE 因为你的LIKE很帮到我们的手 例如在一些推荐频道,热门节目等等 有大家的LIKE,有机会给更多的香港人或其他 即是广东人士可以看到 另外如果你还没按铃铃,请你帮忙按一下 另外有一个叫全部的,可以按一下 我们节目更新的时候,你会收到通知 好,今天我们有这个话题,牵涉到英国 有我们的英国通,Anson Hing Anson你好 你好,Larry Hing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一下这个组织 JF 你觉得他第一个就是北约时常都会做演习 他都有演习做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演习有没有什么分别 以及究竟他存在的价值 是不是只是补充北约 还是其实他可能背后也有他自己的正常 我们先从演习开始讲一下 其实演习,你会看到最新的演习 有这个Code Response 就是在北冰洋里面举行 而在这个JF 这个Joint Exterior Force 他的演习通常就是以Protector去摆明 对上一次就叫做Boltic Protector 波罗的海守护者这样的行动 他就是在哪里做 就是用哪一个地方名叫Protector去做 而这个JF和北约最大的分别 就是北约是一个集体防御性的组织 是以防御为首 但是JF他就不是的 JF他自己一开始讲到明 是要做一个Projection of Power 这个是一个箭头射 所以他理论上是可以进攻的 这个组织 而他其实一开始是一个什么组织 一开始是一个北约山出来的小组织 其实是一开始英国提出来的一个行动 就是在大概1、2、1、3年的时候 希望脱离一个集体防御性的框架 希望可以是一个世界大使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北约的名义去介入这样的情况出来 所以提了一个JF的动议出来 其实远征军 Exhibitory Force 其实是英国的一个很耐用的传统名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去介入欧洲事务 那时候他也是用这个BEF British Exhibitory Force 这个名义去介入欧洲事务 其实北约谈的时候 本身北约里还有德国和意大利 是有兴趣的 最后他们就没有加入 变成德国自己作为一个北约的大国 就牵头加入了其他8个北约国家 基本上是现在的JF 不计这个Sweeden 即是瑞典 不计芬兰 不计冰岛 原本这几个国家 就去成立了这个JF的组织 希望有什么世界大事 那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名义 去介入了一个战略投射 或者是一个地缘 一个地缘 英文叫做 即是一个战场 介入这样的国籍 这是他们成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不限于北约的疾在防御 也可能是想避开北约的官僚 大家都看到北约最好是开会的 现在大家见识到 其实这个另一个好处 其实在JF里面 很明显是英国的大道 即是说是英国话实际就OK 就知道英国我要去 叫谁来 类似这样的角色 而这个角色 他们之前有过 在2014年左右成立 其实他们之前用过JF的名义 在阿富汗伊拉克 进行过部分的任务 都是用JF这个名义去做这个任务 即是看到他不单止是一个北约的防御性组织 也是一个远程的战略投射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看 其实他是比北约领悟的 因为我们说北约是20多个国家 做很多决定 其实虽然不一定要一致 但起码都要取得共识 例如我们见到今次 北约里面 这么多的成员国 其实你看到他们都要一致 包括他们都等了很久 包括可能制裁方案 很多东西 那些可能牵涉到欧盟 另一个就要看 他们如果攻击到任何北约的成员国的时候 究竟会产生些什么 究竟他们一致 对外就是如果俄罗斯 不用核弹 不用核攻击的情况之下 大家最好就不要动 如果要动 大家就要一致的反应 但在20多个国家 去耐用 就会出现了我们经常说 开会开很久 开完又没什么结果 开几次会才有少少结果 每次都要等 虽然大家都知道 美国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美国遇上一个最弱的主人 还要记性不好 这个真的很大事 前言不对后语 大家都有点担心他 所以令到现在北约的感觉 如果在欧洲里 维系着他们的国家安全 国家自诉门前说 大家也不敢看美国头 纯粹自己都要照顾自己 最明显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波兰 就记得了 波兰之前就想送米格战基 米格29 他都准备好了 随时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准备赴运去德国 去到德国因为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你查询 美国也挺好的 他有好处感 让你查询 但你真的觉得可以 那我就交给人 但最后美国说 不要啊 你自己搞 你自己送吧 整件事不关我事 那个感觉就是 其实美国佬 你自己交给 当然 如果你美国佬 交给乌克兰 虽然也不太好 但你还要波兰亲手交给他 那你只是用波兰去死而已 波兰就说 波兰觉得很棒 你不要找我去死 要死整个北约一起去死 我们是北约集体负责制的 你不要以为 因为俄罗斯搞到以为 是我波兰这么够胆 走去送死 你不要炸炸我波兰 如果我炸我波兰 北约不要说 不关我事 波兰你自己决定交给 不是北约决定 所以我们不会帮你的 那很害怕 就算波兰是北约 他都害怕 我觉得就是 现在这个死位就是这个 大家都不信任大家 不要说北约 就对乌克兰不信任 北约自己成功 全国都不信任 尤其是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国家都很想 成立一个欧盟军队 跟美国和英国很明显都不说 所以我觉得石开会 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是的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我们又说回这个组织 我们说起这个组织 他们本身的军队 是有别约的 如果我们看他的编制 他又是以 我们这样看 这个编制 会不会你觉得 都是一个独大的 主要是看英国那边 远征军的概念 因为你见 其实是 因为以往 Anson Ming跟我说 其实根本就是英国的 远征军的历史 然后就摆下来 就变了地区化 这件事 是的 其实这个是英国 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光荣 孤立主义 欧洲大陆的人 不关我事 要你打生打死 最好你们 通常他一介入欧洲事务 都是喜欢近年历史 都是喜欢有一个远征军的名义去参加 而这一个GF的概念 其实你看到他全部的command 都是到了英国那边 就算是海陆空三军 还有整个总参谜 都是等于英国的Chief of Defense Staff去做的 那其实他们这个整个架构 都是以英国为首都无误的 这个是 那其实这个 和近年都比较 尤其是这个乌克兰事件 就很高调的 弄了一个防长的会议 要找乌克兰进来 去说一下 那其实呢 那么高调去进行这件事 其实某程度 是会 当然对这个欧陆国家 法国和德国 是会削弱它的影响力 如果这个组织再大 那其实现在暂时有组织是 北欧和波罗的海三国 那之后会扩充呢 是未知的 而他都扩充过的 他第一次扩充 就是包了不是北约的 这个芬兰和瑞典 那也是第二次扩充 就包了这个冰岛 就是去保护 就是把这个北大西洋 那条的防线去连贯它 那其实这个就是 之前在北弱都很重视 一个北海的防守线 去守住苏联的潜艇 那现在去俄罗斯 这个我们都可以说 轻轻给一些新的网友 知道一下 我们在这个节目说 这个叫做GIUK GAP 这个我们叫做GILGAP 但是好像没有人敢叫 我觉得叫做GIUK GAP 但是你说呢 如果是欧洲人的另一个说法 英国人就叫做GIUK GAP 他们很喜欢Demonstrate 是 丹麦海峡 是 是 因为这条海峡很重要 因为过了就到了美国 基本上就无遮无挡 直接攻击美国 就可以核平美国 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些大型的什么台风 以前的台风级的潜艇 上面的核弹飞过去 接着美国东部西外大城市就已经被咒了 所以这个gap 那时候的防御也好重要 是 那是为何冷战时期 英国是做一个北海的反潜艦队的配置 亦都是要去堵塞这个苏联的潜艇 能够自由进出大西洋的机会 好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GIUK GAP 回到兩次的擴充 其實在近兩天出現一個很高調的抵抗議 其實很明顯是想助大英國的影響力 同一時間會碎弱歐陸的影響力 同一時間也會碎弱美國的部分影響力 因為影響力其實是刺少比獎的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由美國的後面默許 其實我覺得英國近年其實是很激烈的 整件事在歐洲影響力也好 經濟也好 甚至軍事也好 例如之前有AUKUS 再加上今次GF高調又出來了 其實它後面我相信是一定跟美國相比的 背後是為什麼呢 可能我個人覺得 看到大家都很害怕俄羅斯 整個歐洲 你俄羅斯不行 要美國坐陣才行 但是這次就在這個事件 你看到很明顯是德國和法國很明顯跟美國和英國的立場是不同的 兩邊的利益都不同 因為你在歐洲要很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如果大家有空有時間 可能之後可能會知道為什麼歐洲會落到今時今日這麼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而當年蘇聯年代有沒有事發生呢 之後可以再說一說 為什麼會到今時今日歐洲這麼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大家記得如果你想聽 下面一大加一 一定會幫你做的 然後他就回到這個時代 歐洲始終對俄羅斯不會出鏗手 然後也是美國在那邊推一下才能做到 而我覺得美國在這次後面為什麼會有一個默許呢 首先他會覺得俄羅斯這次的第一把被人揭穿了 其實俄羅斯也不是大家想像這麼恐怖的 除了你解歐陸的經濟被人捏住之外 除了你真的可以玩核彈之外 其實我發現原來你常規都不太行的 原來可能令到大家都 可能我們現在的力量都可以救的 而美國就可能不用在歐洲事務投放這麼多的資源 從而他可以將他的資源重新調配在西太平洋地區對著中國 不過始終在歐洲你也有一個體詞 始終我美國也希望在歐洲有自己的影響力 在歐洲和美國的最忠實的民意就是英國 其實我覺得是不是美國是想英國可以在歐洲 可以去搞定 但是這個歐陸的問題重現 美國可以歐新去亞太 英國就可以專心留在歐洲對付俄羅斯呢 我覺得是一個挺合理的 因為如果大家聽回我們上一節說 我們上一節說到英國國家海軍的復興 包括加多了budget 讓他們去做船廠 船廠的復興也是英國的經濟一個重大的轉型 另一個就是關於整軍盾武 去整好自己的軍隊 尤其是海軍屬於英國的驕傲傳統 如果現在你看到有budget開始重塑英國國家海軍 再用JF的牌頭推出去 然後在外交和軍事上的影響力 慢慢由在北歐的地方可以開始擴展 當然大家都知道最大的障礙就是法國和德國這兩個阻礙 但是經過這次的綏正政策 歐洲我想北歐國家都知道 你要靠法國和德國 哎呀你真是死得了 他們兩個的能源就被人握住了 或者你看法國這樣 你叫法國德國你要靠他們和談 你就死一半了 你看烏克蘭就真的被他們搞到死一半了 浪費了些時間 做完什麼最後都是開戰 根本就毫無見樹 還要被對方說是當歷史文件 沒有啊 之前他們說明斯坦協議 其實已經無效不成功了 大哥你大力撞到臉上 這幾年你做過什麼 這幾年的光陰大家做過什麼 就是默克爾和你們做過什麼 當是垃圾扔 扔就扔的了 完全不需要跟你聊 有空還要孤獨老人 又說馬來給他過來跟我聊一聊 很多人脆串脆到很棒 但是我們不要理會了 他一萬二都還很高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始終歐洲大陸的人民都是 修正政策為主 你看到這次反而英國 這個在烏克蘭事務這麼大聲 令到波羅斯強森的民謀 由這個party gate的低位彈上去 其實英國人的主流民意 暫時不會像歐洲那樣壞正 是呀 那是不是現在英國借著這個JEF 進入一個位置 就是它可以在歐洲 在中歐就很困難了 但是會不會在臨海地區有看頭呢 那臨海地區包括什麼呢 例如我們說黑海 或者地中海、沿岸 包括有什麼國家呢 普加尼亞、羅曼尼亞這些國家 完全是近海的 然後你再看希臘 例如我們說希臘 希臘是不是也有些想賣三一營 你見到地中海國家 波蘭也賣了三一營 波蘭可以想想的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總之有海的國家 英國就可以接觸的 好嗎 總之有海岸線 我就會過來的 內陸不好意思 那些我幫不了 如果我們這樣看 波蘭也賣了 波蘭和英國和烏克蘭 現在是連成一線 三國同盟 然後英國是不是又在這件事上 可以插手到巴爾港呢 正式是將它的地中海艦隊回來 復興 以往你說的地中海艦隊 你看回歷史 皇家海軍最強的艦隊 永遠都是地中海艦隊 因為其實地中海是掌握了 當時的帝國生命線 如果真的重建地中海艦隊 聽一下都覺得興奮 但應該沒什麼可能 聽一下都覺得興奮 但是我們先不要說到 帝國之野望 但是它真的可以將手 伸進去地中海 甚至乎是黑海 如果你將烏克蘭加入過來 其實你已經直接碰到 俄羅斯的一個軟勒了 因為現在俄羅斯在烏克蘭 真是趨勵不掌 再加上天氣的因素 可能可能坦克都不會動得了 真的動彈不得 被烏克蘭弄得半死不悶 現在這個位置再加上 烏克蘭來復興了它的海軍 如果在烏克蘭可以住 之前也有些協議 跟英國 之前CSG21還在地中海的時候 Defender入過黑海 英國和烏克蘭的防長 在Defender的非人甲板簽了協議 那時候英國就承諾會在Odessa 幫它起軍事基地 船澳 然後導彈快艇八艘 一艘英國起八艘 在烏克蘭起 然後再加上 Frigate 但那時候就沒有說明是甚麼Frigate 其實很大機會就是英國退役的23營 其實之前在Bois Johnson的shipbuilding的時候 也有記者提問過 會不會打算給一些新的船給烏克蘭 其實三一營是under consideration 當然沒有最後結論是給他什麼船 其實英國說會繼續去履行 他和烏克蘭的承諾 是會幫他重建海軍 先不說Jeff那麼遠 因為Jeff也是一個軍事同盟 現在烏克蘭還是一個戰士 在戰士加一個軍事同盟 應該都是不致的 其實是一個對於其他同盟的非參戰國 但是在未來 烏克蘭頂得住 我相信英國是一定會幫他重建他的海軍 陸軍會靠美國幫忙 空軍會靠美國幫忙 看看拜登 究竟他會不會做這些事情 還有我們為甚麼會這樣說 英國你見到波羅斯詠森 他真的挺有吉士的 上次說的就是defender 他真的夠膽進入別人的12海里 他就說 克里米亞我不覺得是你的領土 他直接用軍艦來表態 不是真正說的 他不是talk only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近期 網友幫NATO No action 對呀 No action Only talks talk only 他不是的 他真的擺個軍艦 他真的擺個defender 鏟入12海里 人家對家真的要立即擺個 他說什麼什麼是上空飛的 俄佬永遠都是輸人不輸陣 他也要立即派軍機過來 當然他也不敢扔10彈 但是整件事我們覺得 俄羅斯一向夠膽做這些事情 你沒想過英國佬在這麼多年之後 都夠膽做這些事情 你想想那一刻他只是一個defender 或者這麼說遠一點當然有塞浦路斯有幾年 但是也夠不及你的 其實那一刻如果搞事 你是不是真的附近有很多颱風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 其實你四五營都說了防空驅逐艦 應該你飛進來就已經看了你 他照衝進去那刻真的夠吉時 就看看你不敢開火而已 那天真的拼你不敢開火 當然下面還有一艘潛艇的機會 不知道因為潛艇你 應該不會的 不會看到的 英國也不會進黑海 不會進黑海的 應該只有defender 所以那一刻他很兇的 那一刻真的是 真的是chicken play 但正正就是這件事 英國就有這個吉時 所以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又真的不是 那一刻都沒開戰 那一刻大家都沒看到 就是烏克蘭是真的可以打的 大家都覺得他是沒有的 就是如果打你都能夠投降 那一刻真的可以打的 其實現在反過來就是 整個歐洲地區 最能夠抗衡俄羅斯反而是烏克蘭 他是最能夠有實戰經驗 又可以教訓過這一次 就真的只有他 近期俄羅斯交戰就是他 而且他是有機會 這場仗還沒完 但是他真的有機會扭轉戰局 你現在的戰鬥民族 整個歐洲只此一家 就是烏克蘭 是的 所以如果 真正的斯拉夫人厚裔 他們真正的勇士 以及我們經常說 俄羅斯之前 他們的位置 其實都是基庫大公國 然後才有穆斯庫大公的後話 然後再蒙古教他怎樣 蒙古教他那些洋教他那樣 另外 已經是一個旁枝了 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就是亞洲化了的旁枝 不過我們也看就是 如果這次Anson Meek 你覺得這個JF 可不可以算是烏克蘭的一個出路 這個真的要看一下 他的場仗打得如何 因為其實普京的底線很明顯 我不單止是中立化 總之是親俄一定要是 要我保護 你已經說到明 我覺得 你這次打真是看看烏克蘭守得如何 你現在始終 雖然看到他的戰況 其實不要那麼過份樂觀 烏克蘭依然守著 雖然守得好 他依然是守方 他是被人攻 我覺得那個談判桌上面 除非烏克蘭做到一個反攻 否則那個俄羅斯再去軟化 都未必大 但這次俄羅斯擺到明 我總之打到國家破產 我都要堆壞你了 這個好東西是他們想做的事 但是他如果真的守得好 我都擔心俄羅斯 始終守是很難的 我都擔心烏克蘭是守不住 如果你真的守得好 那始終不太拖 如果真的能反攻的話 貪判出去的囚物大很多 但是始終現在 那個反攻的攻勢是沒有出來的 所以大家都不能夠過份樂觀 他只是守得好 現在 我們先審慎樂觀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時間 有時候很難說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 包括現在天氣開始暖化 開始 黎將軍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經出現了 如果黎將軍出現 對重型部隊那邊就不著數了 另外一支烏克蘭當然不是重型部隊 他們最喜歡就是Carry Ann-Law Bill Chang 這些是他的朋友 對家就是莊甲部隊 所以隨著天氣這樣去 其實這件戰事有人說 可能要去到4月5月才分勝負 如果真的這樣 黎將軍我相信都希望可以幫到烏克蘭手 所以暫時不是我們騎場 而是暫時都真的很難看到 這個JF是不是一定 是屬於烏克蘭的救命草 救命繩 救命道綽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就不排除一個開放性 他都叫做北約就不用想了 北約就是別人不要你 問題是 我們叫做你要治外 別人不讓你進去就算了 但是務實一點 JF也未必是沒有可能 以及JF也可能透過烏克蘭 將他的影響力慢慢去擴展 去到地中海 甚至乎接下來更遠 我想都是大家互惠互利的一個步驟 都是二指我做的 所以我們就當作一個討論 之後我們繼續去再觀察 謝謝Anson 兄 另外大家支持我們 包括可以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可以分享給朋友 另外課金可以隨緣 包括有銀行Payme 轉數快和韓國朋友的PayPal 亦可以考慮長期避免的Patreon 會員頻道 支持廣東話軍事文化的發展 好 今天就麻煩Anson 兄 我們在其他防衛的節奏 和大家再見 剛才Anson 兄 你說了 要和大家說 這個歐洲能源 為何如此依賴俄羅斯 和這個蘇聯也差那麼遠 如果大家想聽 記得打加一 Anson 兄是會找數的 我知道 好 我們就在其他節奏再見 拜拜 拜拜